两岸新闻焦点 焦点时事探索 两岸互动交流 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ING 第一周朋友你好 我是黄丽杰 欢迎收听两岸ING节目 台湾海峡以及南海跟东海发生渔船作业纠纷 以及包括台湾在内周边国家对所下外道领土主权争议不断 那么以最近我们澎湖渔船大气满88号 因为在中国大陆休予期间在金门外海作业 遭到中国大陆方面的扣押 后续如何处理也引发关注中国大陆 如何处理以及两岸关系是不是会有些变化呢 另外提到中国跟菲律宾多年来在南海的冲突 那么最新的一起是在6月中 我们提到这两起事件看似无关 不过如果从执法面而言 或许也是不是可以看得出中国有了一些调整做法 是不是有所谓的政策转变呢 台湾又该如何来因应 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特别邀请台湾大学法律学院教授 江黄池观察探讨 欢迎江教授您好 黄教授您好 各位听众好 好 谈谈这些首先第一个我们就先来从中国海警三号令说起 它是在6月15号就开始实施了 新法上路半个月左右 我们刚才有提到7月2号发生澎湖渔船大进满88号 在中国大陆4到8月休日期间 在这个传统的渔场补这个小馆遭到中国海警登检之后 带回中国扣押了 那在今年2月份节目当中也特别关心 也请教授解析中国渔民越界拒绝我海巡熟临检 结果酿成两名渔民落水身亡 那么中国还宣称 基本不存在所谓禁止限制水域 而且之后中国海警也都有登船林检动作 这是在2月份之后 不过现在实施中国海警三号令6月15号开始 目前两起事件当然都有待后续两岸协商处理 但是谈到这里就会觉得有出现多个因素交杂 我们首先还是先来了解 俗称海警三号令指的就是中国的海警机构行政执法程序规定 这程序规定一共有16章281条 我们关心的是在执法内容范围 如果涉及到两岸部分的话 老师是不是可以谈您的观察 像是要在过去可能会有哪些样态 哪些行为我们要特别留意 中国的海警机构是个非常特殊的 它本身具有监制的性质 可是它又可以行使所谓的行政权力 又可以行使刑事调查权力 它甚至有部分的立法权 它已经预约他们的立法法里面很特殊的机构 所以你刚才所提到海警机构行政执法程序规定 基本上是它赋予它本身的立法权所衍生出来的 它总共已经通过了三个了 一个是海警机构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 一个是海警机构办理刑事复议复合案件程序规定 最新的一个是海警机构行政执法程序规定 如果跟海警法比起来 假如说我们自己处理海警法本身所规定的 它主要还是落实海警法里面有一些行政制裁 或者它行政权力的刑事 所谓的行政执法前行止时候的授钱空白不清 它把它规定的更清楚 如何跟他们的行政体系相联系起来 所以你若是比对的话题对我们来说 影响大概对我们来说 会有一些行政抢制措施 或者其他抢制性措施产生的 大概是它在程序规则第七章第八章 那个时候有一些所谓的行政抢制措施 会直接你刚才所提到 会不会触及到我们 那当然它这个法规程序 基本上它是一个法条 海警法这整个试用对象 是前面的信用 它不会针对两岸特别处理 它把两岸作为全部里面处理的部分 没有说特别说 我这个事要处理两岸或不处理两岸 主要是只要 不论是本国人外国人 它就在这个地方处理 不过比较特殊的 它的程序规定里面 又针对的第14章 有一个涉外案件办理 它从253条到269条 是当你涉及到的是涉外事件 外国人的时候 你要特别因应处理 那些强调的是要 违前要维护国家尊严 这个我们在一般来说的话 我们比较少看到 假如说我们回来看到刚才提到的 行政程序规定的部分里面 我们看到你要受远回到跟海警法相对比 那么海警法里面有 它里面是落实海警法第21条的 海警机构有权採取警戒管制 抢制驱离 抢制脱离这些行政措施 这是它第一种 它落实是我怎么去做这件事情 第二个是海警法第23条规定 海警机构有权实施行政处罚 行政抢制措施 监督检查海上生产作业 当场盘问检查或拘留犯罪嫌疑人的前线 那对有犯罪嫌疑的人员进行当场盘问 检查或者继续盘问 这里涉及到一个是刑事的 一个是行政的 我们很难想象行政的可以把人拘留 然后盘问 可是对中国来讲 行政权的行使 就是它在行政执法权的行使里面 会涉及到直接的拘留跟盘问 跟我们不太相同 所以这个是我们之后看到的 它的行政抢制 你如果来看到它诚细规定里面 它就用这些来落实 我将来如何去 什么状况之下 我可以把人所谓的拘留下来 那再来我们再比对第24条 这个大概是海警机构展开行政执法 需要的所谓的登铃 检查 拦截 颈椎 这个也会在那一个程序规定里面 做一些更详细的处理 再来海警法第25条 一个比较我们 他们设计一个海上临时警戒器 那这个海上临时警戒器比较特殊 它会限制或者禁止船舶 人眼通行或停留 再来它第26条会规定 涉及违法或正在调查的船舶 海警机构可以要求它 不准离开就是所谓的停止航行作业 然后要求它到指定地点停泊 或禁止去离港 然后再来甚至可以把涉嫌的船舶 可以压解到指定地点 接受调查处理 这个是他们整个过程里面 因为它涉及到后面有两个 一个是行政的执法 一个是刑事侦查 但行政侦查部分 他只有调查侦查前 他不能处罚 他最后要移送到法院去 等于检查机关去 可是对行政执法部分 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一个 行政执法前的部分 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第三号令 的部分就会涉及到 刚才我提到这些东西 他不见得用刑事来处理 他假如没有涉及到刑事 他可以用行政来处理 那行政来处理 对我们说比较大的争议 在于那一个所谓的机留审查 那么机留审查里面 他认为假如说有 非法出入境的嫌疑 有协助他人非法出入境的嫌疑 有非法机留 非法救助的嫌疑 有后面一个很特殊的叫 危害国家安全跟利益 迫害社会公共知系 或者从事其他违法犯罪活动 有所嫌疑的 特别是第四款很特殊 它即便是行政的执法前 可是它只要认为你 妨害到国家安全 迫害社会的公系两数 或者有可能违反法律 那就可以把你扩散 这天起来 假如我还调查不清楚的 我还可以延长到60天 所以这对我们来说 会让很多国家会很紧急 它即军事 行政 还有司法 三权一身 有点像古代的中国县老 然后再来它本身还可以立法 它比县老要大一点 对 还可以立法 有部分中国的学者在对研究说 也提出质疑说 你会不会有问题 所以目前为止我们看到 假如你把257条看起来 好似乎又比海警法更多 所以刚才你问我说 我们要注意到什么 注意到就是 它有一些东西 已经愉悦过海警法 本来送钱给它 本来移到司法机关去 但是它 或者我要简单的依照 我本来是公安的这些东西 它都不能拘留这么久 这个是它的困境 听起来是有点 扩大海警法的权利 它可以做好多事情 最大应该是在这60天的扩大 60天没有错 对 对 在168条当中 他有提到海警机构 办理治安的案件期限 立案之日开始 不得超过30天 案情重大复杂 经上一级海警 机构批准 可以延长到30天 这是其中之一而已 教授相当详细的解析 这个法跟台湾的立法 不尽相同 应该说他们的思想 跟我们不太一样 词尾不同 那会不会跟很多国家的 像同样 基本上跟民主法是国家 不一样 我想包括日本 包括美国 包括菲律宾 都有点不能接受 因为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对于说 我们都是要处罚一个人 要超过 居留一个人 超过24个小时 都必须有法案提升 必须有法案介入 可是他没有 他就60天内 由他来算 他甚至比公安机构 的权力要大一点点 所以我刚才才说 这个海警法的权力 有点扩大了 因为他有一个概念 就是行政前 就是所谓的危险 维护他的危险执法 所以他对海上的状况 又比一般陆上状况 又扩得更大 那假如你把他使用武力 规判来看 特别他的使用武力 规判跟公安的使用武力 规判不一样 我们在讲警械 在讲武器 两种不一样的时候 那警械能使用 比较宽阔 那对公安来说的话 当他涉外的时候 他是不能使用武器 要非常非常严格 状况之下 才可以使用武器 除了他自己上面 受到威胁 可是你做海警的时候 他武器使用相对宽松 那不能说 他就相对放宽了 那武器他分作 所谓的锁持武器 跟舰载武器 他分作不同等级 有不同的一个规定 但总体而言 他使用警械 是跟公安相同 但他使用武器 是比公安要宽松很多 而且他所触及的 因为他认为是危险 所以他更有更多的 裁量空间跟认识空间 好 那么非常谢谢 我们江教授的解析 您是国际公法 海洋法的专家 我想让大家可以 多一份认识 有关中国海警机构 行政执法程序的规定 最新出炉 它不仅是针对 台湾两岸之间 外界也有这样的解读 中国是为了强化 南海主权 所以公布这样子的 一个海警三号令 不过我们台湾 目前所关系的 就是在7月2号 我们澎湖的渔船 大气满88号被中国扣押 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其实我们的渔船作业 过去也曾经遭到 中国大陆的公物船登检的案例 2003年有一次 2005年也有一次 2007年也有一次 不过都大概过了两三天之后 就比如说缴清罚款 就回到我们台湾 但是现在7月2号到现在 还没有进一步的进展 外界有非常多的角度在观察 不过持续在这边 我们就要来请教江教授 因为刚才你有提到 中国大陆的海警法 他们立法的一些思维 不仅跟我们台湾不太一样 那跟一些国家也不同 那中国的海警法 毕竟是属于他们的国内法 好 那如果说 他们在一些领海要执法的话 这个就会遇到 所谓国际的这个争议 类似的案例通常 如果一过去中国大陆的处理 或说一些国际案例 通常会怎么样来 把这样的事情解决呢 老师 OK 有可能看两个部分 你刚才跟我讲领海 确定毫无疑问 是中国的管车海域 那没有争议的 那这个时候只有涉及到 国际人道法跟人权法的问题 就会不会太abuse他的潜力 否则国际社会成员 基本上不会去挑战 中国的执行法律的部分 我是讲的是 纯粹是他属于内国法 就是说你刚才提到 纯粹是他们的内水或者领海 没有跟人家重叠 甚至包括 毫无疑问的专属经济海域 跟人家没有重叠的 我们都假设在中线以西 包括跟日本在内 假如他在日本重叠专属经济海域 在中线以西进行 所有的法律执行 国际社会基本上 不大会挑战他 因为从某个角度来看 他本来就是他的管辖海域 但是海警网最大困难是 因为他的管辖海域的界定 并不清楚 而且大到不敢想象 因为他所谓管辖海域 是只要说他认为是他的 就会是他的 就是说钓鱼台是我的 所以钓鱼台周边的200海域 就是我的管辖海域 那么南海九段线内的海域是我的 所以那就是我的管辖海域 这就是涉及到你刚才说 问到一个问题 那既然他管辖海域这么宽 而且有些事跟人家重叠 都没发清楚 而且很人力争执的 他落到那地方去执法 然后应以他自己内国法 这时候就不能单纯的内国法 这时候内国法就会产生 我们称它叫做International Aspect 叫一个国际层面的 因为它已经产生了国际的影响 已经产生了国际的implication 那这时候就要受到国际法的检视 那受到国际法检视 就刚才你提到的 我们讲到包括这所为武力的使用 包括传播的撞击这些东西 都可能要一边来解释 有没有符合国际相关规范 那这个就会有所谓的 受到国际法的规范了 那我们讲过他最受过病的 就整个海警法被制定之后 包括现在后续的这一个行政程序规定 大概第一次 他的适用的海域范围太广 而且造成更多的增值 第二是他所使用的武力的强度 跟一般比起来太强 他完全就是我刚才讲过 他比内陆公安所使用的更大 他使用的是武器更宽松了 所以再来他对于危险的概念的范围 我们不知道他所谓的危险是什么 因为他所谓的维护海洋潜力 其实那个就包括派警戒 包括临时警戒系等等等 这一些可能都跟国际上面的一些规定 会相抵触 因为特别是会涉及到第三国的 无害通过前跟自由行情前 两种的潜力可能会因为 你设立你的临时警戒系而受到冲击 再来他临时警戒系的设定的条件 要件跟程序跟国际法不太一样 本来若只设在你自己的领海 自己内水 你怎么设定国际社会成员 不会去想的话 因为那纯粹是你足以钱之内的 可是他的海上临时警戒系 很会涉及到领海之外的公海 那这时候领海之外的双军海域的话 又涉及到其他国家自己的航行前 那这个就会产生很大的增值 所以那个部分也受到一些处理 所以我们说海警法虽然是一个国内法 可是它会产生非常大的国际效应 特别是中国的制化手段 它所谓的威权制化手段 往往会直接对外国船舶有物理上的接触 它不是单纯的对峙 特别你看这次菲律宾的行为 这个都可以看得到 另外在他的规定里面 他没把外国公务船 跟外博一般的私船做区隔 他的危险的对象是包括外国的公务船 就包括菲律宾的所谓的 海金所雇佣的进行补给的 我们称他叫做海金辅助船 本身会相有一定的后援权 而他不管他还是撞 他跳上去的船上 这个非常明显的维含国际法 从这个角度来看 他的海金法跟后续的这些海警行政规则 确实会在施行过程里面 产生的一些在国际法上比较难以成立 这也是为什么菲律宾会有这么大声叫 他认为说你们违法 而且说要求准害赔偿 当然中国会敌意 他不会接受 那是另外一件事 但从西方法治国家角度来看 特别像美国日本或西欧国家 他们会认为中国的行为确实是违法 然后他们战国会支持着菲律宾 是没有错 现在英国加拿大美国 选择中方的举动 在6月17号 我补充一点 刚才老师所提到这起事件 是两艘的飞国海军冲气船 6月17号 前往仁爱暗杀执行例行补给任务的时候 中国海警弃艇一再冲撞 目的是阻止飞方海军人员对暗杀 善给领土前哨运送粮食 跟枪炮其他补给品 结果造成一名菲律宾的海军人员重伤 那么中国海警 他的说法是菲律宾船只 以不专业方式 故意危险接近中方正常航行船 之导致双方船只相撞 迫使中方采取管制措施 包括登顶检查强制驱离 好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 李儿安居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 为听众朋友邀请台湾大学 法律学院教授江黄池 特别为我们解析 中国在6月15号新法上路 就是有关海警3号令 他们的执法 可能会针对哪些行为 其实翻找过去的资料 2022年6月13号 当时担任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的汪文斌 他现在就是驻柬埔寨的大使 那汪文斌当时在中共外交部 例行记者会议当中提到 刚才我们所探讨到的 有关海警法的执行 他提到这个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跟中国国内法 台湾海峡水域有两岸的海峡 向海峡中心线来延伸 依次是中国的内水 领海皮田区跟专属经济区 中国对台湾海峡 享有主权 主权权力跟管辖权 那这外界也有一些解读了 是不是台海的法律战 或者说海峡中心这个问题 也是我们这几年 大家所关注 包括这一次我们澎湖的渔船 遭到中国扣押的这起事件 我们该怎么样来看后续的发展 那如果以刚才教授您所提到的 比如说南海主权争议 菲律宾其实在当时 就是诉求国际法庭 其实这个结果出来了 但是中国大陆并没有接受 这样的结果 那这个国际执法 跟中国的所谓的国内法 有时候在像这种 中国大陆如果声称 我具有什么样的权力 这样就会有一些冲突 那现在的国际法的执法 好像也很难 你必须要去遵守 就会形成稍嫌薄弱的 这样一个情况是吗 还是说这是一个惯例还特殊 我倒觉得倒不至于说 因为这个样子就比较弱 其实中国正在承受着 他当年拒绝的参与南海仲裁案的苦果 他当时都是好好去参理这个仲裁案 前程参理 其实不见得会像现在这样辛苦 所以你看仲裁案出来之后 他其实是挤全国之力 要去否定仲裁案的合法性 他甚至去攻击仲裁人的人格 我想共产党最喜欢谋杀人的人格 所以甚至要去攻击说 他们是说钱办事 实际上我讲的希望法治国家 大部分都不会接受这一种控诉 认为这种事真的是非常无理的行为 大家会觉得很难想象 现在因为他为了转海仲裁案 其实他以前是跟菲律宾 做很多的concession 做很多的乱步 看能不能让菲律宾在这个地方做乱步 后来他做了很多政治的行为 想要去冲淡仲裁案的影响 但实际上我觉得 现在很多西方法治国家 在讨论到南海的时候 都不会支持中国的主张 你可以很明显 几乎我们没有看到 任何一个国际社会成员 支持南海 中国所谓的南海九段线的合法性 特别是在2016年仲裁案之后 没有所有国家支持你 就变成要完全靠炮力来做 这个时候因为 他所谓的预外国家 就包括美国 加拿大 英国 南海九段 这关系都已经介入了 所以他本来如果好好去处理 用法力来处理 可能会比现在要好 虽然我没办法看到国际法院 或者国际间的法庭 他所做的案子 马上都会去施嫌 或去执嫌 可是他的影响是存在的 而且我觉得中国会依然吃力 而且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后悔 当年他没有好好听他 一些国际法学者 或者其他自己内部的那一种声音 去好好处理 而走错的一步 我觉得他未来会在这里会蛮辛苦的 我怎么这么说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显然菲律宾在南海中裁案是成功的 而且是让中国在这里非常吃力 我们不要看每天要派这么多船 在那边巡逻 在那边对视 那都是国家国力的耗损 他不是正假 他都一直在耗损国力 而且为了去说服这些小国 比如说他这什么上和会 这些中亚的小润流国家 来支持他的海洋事务 他必须做很多的让步 做更多的国家利益的牺牲 反而本来希望维护国家利益 根本没有维护到牺牲更大 他的外交层面这一几 应该会觉得错了 真的大错特错 因为其实他们有机会的 但他们放弃掉 就是赢得了面子 输了李子 有可能 我记得他们的面子 也输了李子 也输了 现得越来越神 因为他变得好像 变得没有回头路 如果这样来看的话 但是6月17号的那一场 中非冲突 中国的海警 似乎又显得非常的强硬 代表是说 他们实际上的作为 想要把它形成一个惯例 或是让你知道 我是执法多么的严格 可以这样来看吗 他没有办法 他未花这么多时间 才嫁过这些法律论述 目的就是要跟人家说 我是合法 我是法治的 可是实际上 他的行为 反而他所试图去形塑的 就是说 他为什么中国这么法律 什么海警法 海上交通安全法 各种规定 各种规程 要去做这些事情 简单就是说 我要说服西方国家 我是个文明法治国家 我都依法来行事 可是实际上 他卡死在一个 2016年的南海中查案 就跟你说 这里你没有前例做这个事情 就他硬要去做 反而损害更大 从我的角度来看 从国际的先团角度来看 他反而是不利的 好 那最后要请教江教授 就是说 因为一刚开始 我有提到 澎湖渔船的事情 台湾的民众 也是非常的关心 也很想知道 中国大陆 究竟会怎么样的处理 就是中国海警船 在2号之后 就是把我们的澎湖渔船 押回中国之后 其实他5号 也再度进入公海 以我方护鱼来看的话 当然也会以安全 作为考量了 那对于中国这样看起来 是强硬执法 如果以对菲律宾来看的话 那现在目前的状况 似乎好像也有别于过去 刚才我所提到的 2003年 2005年 2007年也都有 这种在休育期间去作业的 那还是说 我们要切开来看 就两岸关系来处理 或者说 如果国际上给一些压力 会不会也可能 我觉得你没办法 寻求国际压力 谁中在这一块 很明显是我们的船 已经进到人家死海里 而且那地方本来就在海峡 中线以西 我们国家的法律非常清楚 应该是2013年的时候 我们所谓的护鱼线 画了很清楚 我们在海峡 是跟海峡中线为基础 然后向右这边 就是我们护鱼器 向西那边 我们几个岛 就是金门 马祖 无丘 化 尽限制水域 尽限制水域是我们护鱼器 那在护鱼器之内作业 政府一定保护到底 这是我们政府很明显的宣誓的 所以是 所谓的这个护鱼器之外 那政府会想办法保护你 但我没办法派船到外面保护你 你跑进来我的护鱼器 因为那个地方是有重叠的 所以假如你跑进我的护鱼器里面 政府会潜力支持你 保护你 可是你假如在外面 你去冒这个闲 因为那个地方藏起来 他们的渔船你会抓我们会抓 有的时候会就混淆在一起 大家就都破细你都过了 那若在伏计禁礼器的时候 中国的这个职务会比较严格 你就自己要去判断 你要不要冒这个险 就我不能说我这样讲 尤其不是不经过门 因为移民是说真的 他因为生计所迫 常常会做一些法力边缘 是希望能够不被抓到 他这以前不被抓到 不代表现在人家不抓他 最大困难就是说我们必须把 我们的那一个护鱼患乳 非常接近很清楚 让老百姓知道 不要让老百姓产生 误解认为那个地方 有什么护鱼患乳 因为你若是看这一次这个案子 他已经是在四海里了 那你若今天换个角度来看 有个中国遗传在我们的新竹外海 那边抓你 而且曾经决队在抓你 你撑驱离 我相信老百姓一定不会接受 一定要抓几只回来杀鸡井猴 你对中国角度来看的话 你现在被进到这个地方来 会有点过分的 我们就看一下 我想我们看金门马祖的渔船 都没出去抓 中国渔船也没出去抓 是我们澎湖冒险 泛南京城我过去抓 所以说看一下 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时候有风险 就是说跟风险承受多少 那我政府的立场 当然要护以这没有话讲 那当然比较不能理解是 中国这次这么久还不放 已经经过几天了 还不放 二号到现在 对 那跟日本不太一样 日本的部分是因为 我们也已经超过了我们的护以线 也超过我们的 我以前日本那部分 所以当我们缴了划款 因为那个地方怎么划我 划不到我重点 所以那地方就变成 我们是违法在那 那你被抓 你跑回来我就保护你 结果你没有跑回来 你不愿意跑回来 被抓了 你脚钱了事做人 就是没有办法 中国这地方也一样 你说把网子割了跑了 脚钱 你跑回来我保护你 你不跑回来 现在我们把船派出去 我觉得这个 我对政府这个方面 我会有点不能理解 因为我把船派的这么多出去 我觉得假如真的起争执 我没办法获得国际的支持 因为我们比较理亏 因为他已经远远超过 我们双边的各自一半的范围了 然后我们已经进到 中国的死海理事人去抓鱼了 这样子的话 你怎么可能寻求国际社会支持 你在这里 我记得很难 你就是说我们都正对 有点站不住脚 除非你站得住脚 我很明显跟你说 因为我已经画出了余期 长期以来都有在余期 而长期以来我们双方期有一个共同 有一个所谓的互义的余期 这个是存在的 就是你破坏这个余期 要去述足以国际社会帮忙 我觉得会比较难 比较站不住脚 跟菲律宾案子不太一样 所以相对说日本的部分 我们也在国际社会站不住脚 可是日本依照法律划钱 中国的社会 我们在国际社会站不住脚 本来我是说奉务这个案子的话 应该中国会依照他 现在目前的法律去处理 我觉得我们可能就只能看 倒不是说我们就派船 去跟他对峙 我觉得这不是很聪明的方法 我们还是要依法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那我们能够距离力争 我想这是我们面对一件事件 或争议的事情 我们必须秉持的一个态度 那我们今天当然关注 澎湖渔船 在金门外海作业 遭到中国海警 登检带回中国扣押 我们是关心的 也知道他不是头一遭 但是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处于当前的两岸关系 尤其中国刚实施海警三号令 怎么样来处理 我想今天我们进一步的了解 海警三号令的规定的内容 也让我们更进一步的了解认知 不要触法 当然如果说 真的有灰色地带的话 我想到时候 还是要距离力争的 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 所探讨的核心议题 非常谢谢我们台湾大学 法律学院教授 江黄植非常专业的解析 谢谢您 谢谢 黄植姐 谢谢 谢谢 好以上就是今天 两安局节目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 您的收听 黄厉节祝福您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空中再会